普鲁莎切面软件更新了2.6正式版本 这个版本最让我喜欢的是它更新了竖形支撑的功能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使用普鲁莎 包括拓足的切面软件来加竖形支撑的 安装完成了 我也会将普鲁莎的安装包分享到评论区 今天我就用三款切面软件为大家来进行演示 其实这三款切面软件的内核都是普鲁莎 明学说只要学会了普鲁莎 其他两款软件都是一样的设置方式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右上角的专家模式 然后点击打印设置 移动到支撑材料这里将深层支撑材料打勾 然后这里有一个旋锤预值 通常竖形支撑我会设置30度 然后再往下面滑 样式这里有网格点击它可以选择竖状 然后这里的Z顶板距离 这里一定要记住竖状支撑的Z顶板距离 要设置的足够的小 甚至咱们设置到0都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安全起见我设置0.05 然后底部的Z距离就不能设置和上面一样了 我们模型的层高是0.2毫米 那么底部的支撑接触Z距离也设置0.2毫米 即可再往下面一 在这里有一个顶层接口层 默认的是三层 我们改它改到4 底部也改到4 其他就不用再设置了 按照我这个参数来设置的竖形支撑 就会非常好用 我们来拖入要打印的模型 这里是我们要打印的一只狗 我们先使用竖形支撑来切片 看一下它的效果 可以看到竖形支撑它的切片就非常有意思 它可以避开模型的支干 通过竖形的方式来给需要加支撑的位置 来添加支撑我们来换成传统支撑看一下 将竖状改成书4点击切片 这个就是传统支撑 我们可以看一下腿这个位置 它都加了支撑 这样会在模型表面留下非常难看的印记 所以竖形支撑是强烈推荐大家来学习的 可以看到这里的腿 这里就完美的避开了支撑的接触 然后咱们再用拓竹的切面软件来加竖形支撑 我这里使用的是闲人版的切面软件 这款切面软件的界面和拓竹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比拓竹的切面软件功能要更丰富一点 我们还是点击到支撑这里 来看一下拓竹这个位置 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的高级选项也要打勾 然后点击开启支撑 将支撑形状改成竖状自动 然后预指角度也是设置30度 这里都不变移动到下面 下面这里有顶部最距离改到0.05 越小越安全 然后顶部接触面层数改到4层 底部也改到4层 其他就不用设置了 就按照这个来就可以了 点击切片 好切片完成了 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支撑加的位置 看一下都完美的避开的主干 腿部这个位置都没有支撑 但是需要加支撑的位置也全都加了 然后这个树形支撑 其实它内部是空心的 它并不会占用我们很多的材料 不仅在打印材料上能有节省 而且加出来的支撑也更加的美观 现在我们去打印机上来打印这只大狗 显然版的切片软件 一样可以使用WiFi的方式 来连接打印机进行打印 直接点击发送 好开始打印了 而且在打印过程中 点击设备也可以查看摄像头 打印完成了 来看一下 全都打印出来了 这个就是树形支撑 来看一下这个树形支撑 将它取下来 这个树形支撑 丝毫不会影响到模型的主体 而我打印的这个模型的材料 是来自于蓝小度的PET基碳纤维材料 直接靠近看一下这个材料 它是一种磨砂质感的 特别特别的坚固 然后我们来拆一下这个树形支撑 直接来拔它就好了 直接来拔 这种细小的位置 用钳子来拔它会更好 还有这个位置 支撑拆除完成了 来看一下支撑的接触面 看一下这些支撑的痕迹 可以说是非常狭小的 特别是它脖子下面 还有它的胸口下面 这些支撑痕迹都是不多的 为什么说树形支撑 一定要减少支撑的Z顶板 第一是防止树形支撑 在打印过程中出现摇晃 导致翻车 第二就是减少这个接触面的痕迹 让我们的模型 表面的质感也会更加的优秀 大家觉得这个树形支撑的使用方法 简单吗 关于这个狗狗的模型我也会分享到评论区 大家也来尝试打印一个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